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我的手机感觉这阵子就是充电不是很顺畅 那想说反正今天下午没什么事 就到我先前曾经维修过的 旧的手机拿去维修的一个保修站 也就是永康保卫站 那我觉得比较神奇的一件事 当我手机交给照片中这位可爱的妹妹的时候 他一看我的手机就说我的充电的充电口 可能是长期把手机都放到口袋 在口袋里面可能就是会一些杂物会堵塞 他一看就知道问题出在那边 迅速的就把里面清干净之后 我的手机经过他的巧手弄一弄之后 那就整个就处理好了 那我觉得最压抑的一件事就是 他居然跟我说这是免费的 因为并没有更换到零件 我觉得这让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压抑 所以说我今天就把他们店的位置 还有相关的影片介绍给大家 他们是在中华路 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华路 449号 那我感觉非常非常的有一个小确幸的感觉 谢谢 那有机会的话 我推荐各位可以到这边来做维修手机 旧的手机 新的手机当时还在保护期 当然是不建议到这种维修站去做 那如果你的手机像我这手机用那么多年了 难得会坏 那也就是建议各位可以到这个保修站来做维修 这个影片不是因为他为我免费服务 所以说我才po 不是 是因为我觉得我到这家的店的感觉就是 他们维修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你不需要等太久 就是如同先前我去换过手机的电子一样 迅速的 当场就可以把我的东西给维修好 更换好 就把我的手机给带走 真诚的推荐你们 可以到这间店来做 手机旧手机的一个维修 那他们的服务态度真的非常非常的亲切 好的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按一下赞 同时开启小赞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有你的订阅 我才有继续拍片的动力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后会有期